位置就是在高雄市區 可以看到目前風雨仍然是非常的強勁 就在昨天入夜之後呢 南部的風雨是沒有停歇 颱風的威力是越來越增強的狀況 所以呢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以及屏東縣政府 也在今天早上六點的時候 緊急宣布停班停課的訊息 因此要告訴民族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注意 而目前呢在高雄市 就如四路這邊呢有約莫三層樓的路樹 砸中了銀色轎車 這部銀色轎車呢 車身呢是整個扭曲變形 擋風玻璃全部碎裂了 這個車主呢在凌晨三點多的時候 結果消息也是非常的傻眼 不曉得車子停在這裡會突然被砸中 而入夜的時候呢 我們觀眾朋友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風力是逐漸的增強 於是呢在整個晚上呢也是忽大忽小的狀況 而最新的消息呢 其實在高雄呢也有3.8萬戶的住戶呢 是有一個停電的狀況 因此呢目前台電人員 仍在積極的搶收當中 而另外呢台南市也傳出了176件的災情 包括了有路樹倒塌 招牌掉下來以及電線垂落的狀況 警方目前呢都倒閉在積極的搶救當中 所以呢要特別提醒民眾 在今天整個上午如果要外出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那麼以上就是來自高雄的詳細資訊 把鏡頭交給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